好 好快 學習要結束了 我們來做學習某種複習 檢查一下是不是有18頁 然後有50個重點 我幫你把遠東乘遠東 以三名龍騰 那個課文12課 那所有每個課文出現的 所有大大小小的文法巨型 從地產師複習一遍 所以照理講你應該這50個觀念應該都要學過 但是我們從零開始 把每個細節搞清楚 高一上學期的文法就最基本了 但是相對的在這個 你進入到下學期的時候 這些文法還是會冒出來 但它變成基本 懂不懂 我們現在一個來 我是把那個 以頻率出現最高的來開始了 所以並沒有按照課文排序 好來請看11動詞 半11動詞是一定永遠用到的 該做紀錄還是要做紀錄做筆記 來跟我跑一下 來請看第一 所謂11動詞就是要人去做某一件事情的動作 好 它叫使要讓叫 分成四個字三組 麻煩請注意它同意性 may跟have加上受制之後 你不管是現在還是過去是受制 單數複數 只要是主動 一律用動詞原型 被動一律用過去分是PP 對不對 好 對道理解來看 第一個 the sad story made me cry 我哭 主動 I had my hair cut Yesterday 這時候你要注意到動詞三態的變化 像c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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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變 好我昨天讓我頭髮被剪 就是我去剪頭髮 對不對 但是請注意像上面的let let加上受制之後 如果受制主動用動詞原型 但是如果是被動的時候 你就用B動詞加PP 只要特別小心 注意那種特別不一樣的 例句三 Don't let your cat come into my room 主動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again 不要讓我再一次被人家誤會了 像第四題就很容易出題 他把這個let挖動 如果用don't make不對 don't have不對 don't get不對 對吧 因為這三個你用make have get 加上受制之後 受制被動是直接用過去分詞的 所以因為它有個B動詞加PP 所以你要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懂了嗎 還記得 上方的get加上受制之後 又要注意它的差異性 get加上受制的受制主動用不定是to 那被動又還原成PP 所以像第五題也很容易出題 他把got挖動 你講she let不對 she made不對 she had不對 因為後方有個to buy 有個to 所以要用she got her boyfriend to buy the cell phone for her 懂了嗎 所以這兩個細節 let加上受制之後受制被動 你要用B動詞加過去分詞 get加受制的受制主動不定詞 記在兩個特別小心的地方 第六個 he finally got his novel finished 終於讓他的小說被完成 很簡單 但是我們說再複習一次 這四個十一動詞裡面 只有make可以改成被動語態 改成被動語態 改成被動語態 改成被動語態的時候 你這邊就要用不定是to 對不對 那擺三碗 擺B 這樣 就是A被B要求去做什麼事情 被叫去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還是寫個例句好了 I was made to mud floor 这个结构已经完成了 by my mother 当然也可以翻成肯定的 我的母亲要我抹地板 我被要求去抹地板 被谁要求by my mother 所以要be made to 好 所以十一动词要注意三个 就是要特别小心的 let加上受词 受词被动要be动词加bp get加受词 受词使用不定是to 那只有made 只有make可以改成被动语态 叫be made to I was made to mud floor by my mother 很简单 就像这一组 你应该看了不知道几十次了 对不对 但最后只要会写 OK吗 好 一直就来 但如果有问题 你还要再跟我讨论 请看第二 所谓的半十一动词 它具有一点十一动词的精神 它不是真正十一动词 叫半十一动词 它就比那个十一动词 要做一个相对比较 先第一个 先注意半十一动词 有这三个字 注意它的定义 keep 使维持什么状态 leave 不是离开 是听人不管 就leave me along的leave find 是发觉发现 加上受词之后的受词补语 如果有形容词 就用形容词 没有的话再把动作改成 现在分词不要前方受词主动 会分词不要被动 所以如果你用半十一动词的话 你后方受词后方的受词补语 不可能会有动词原型 不可能会有2加V 不可能会有B动词加VP 懂吗 这是公式啊 你要记熟啊 听懂吗 像第一题 我们之前就一直提醒你 please keep the window open 请让窗普维持敞开的状态 open本身就是打开的敞开的 它本身就是形容词了 所以请你不要再把它改成分词 对不对 那如果是被关上 你必须要用closed的 对不对 所以后面再设计一次 请个第二例去 I'm sorry to have kept you waiting for so long 不定词后面加完成 是表示相对比较早 曾经发生过的事 所以我先把事实上翻出来 我现在很抱歉 对什么事情 曾经发生过的事 什么事 have kept you waiting for so long 我对于曾经让你等那么久 这件事情 现在不要拉前移 keep you waiting 对不对 简单 第三 the woman left her son wander around the street wander 排回游荡 这个妇人听任 她的儿子在街头 独自游荡 也不去管她 对不对 她意思就是这样子 第四 the lazy student often leaves her homework undone 这个难度的学生 总是听任家庭作业 不被做 也不去管她 那就不做家庭作业嘛 对不对 那后面还有例句 请翻过来 请看 the police officer failed a man holding a gun 发现这名男子 正握着一把枪 所以是主动 婚来 arive at a department store 不要忘记 我教你的 arrive in 抵达城市国家 arive at 抵达小地方 你可以换成 get to 或reach 对不对 我教过你就不要忘咯 when I arrive at a department store I found it closed 对吧 我们讲 打开的 营业中的是用open 被关上的 打烊的是用closed OK 好 你回到前方 那个刚刚的注解 现在我们把它做一个 移转 就是我们把它改成 被动语态 你会这样 我们有这三个字 keep leave find 加上一个授词 OK 我们就写名词 然后你后方的补语 可以是形容词 可以是 现在分词表主动 可以是过去分词表被动 但很多同学 这个句型 把改成被动语态的时候 就没有搞清楚 它还是不会变 它这个授词补语的位置 还是不会变 懂吗 这是授词嘛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改成被动语态 就是把名词往前拉 那改成被动语态 be kept 被维持在什么状态 be left 被留置什么状态 而不去管它 be found 被发现 对不对 我们现在改的是这个位置 是这个位置 所以你把名词往前拉 也只不过是被动语态 所以你后方的补语不会变 所以很多同学在选这个选项的时候 只是改成被动语态的时候 它就后面就搞不清楚了 就来个B动词加PP 不定时2 不对的 它的授词补语还在 对不对 所以不会去动的 你动是把前面的改成被动语态而已 可是你后面的补语不会去动 那我们就介绍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例 我们这样讲 the door is kept open 好 我们就把第一句 把它改成被动 对不对 这很简单 很多同学搞不懂 为什么这个被动语态 后面会直接加形容词 好像感觉没有串联 那就是你对于不完全 几乎同时没有搞清楚 这个门被维持敞开的状态 对不对 一直被打开 iskept open 你要是维持形容词 那再来比如说现在分词 来找一个 很简单 比如说这个 she was left crying cry 不是形容词 所以把它改成分的表属动 所以你看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完成一点 she was left crying by her boyfriend 她的男朋友听任她 哭泣不管她 你在前面这样照 her boyfriend let her crying 她的男朋友听任她哭泣不管她 she was left crying 她被留置 这个不要翻留置 OK 没有人管她 她在哭 这很不好翻 没有人管她而在哭泣 she was left crying 你后面还是维持 现在分词比较主动 做错事不一样 对不对 那found很简单 比如说 the vase was found 如果你说 这纸花瓶被发现被偷了 the vase was found stolen 对不对 那被发现破掉了 the vase was found broken 很简单 这种东西 完全就是句子结构 基本的练习 不是说感觉好像不顺 the doors kept open she was left crying the vase was found stolen 对不对 OK形容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 好维持受词补语的状态 前方改成被动 不会去影响他 OK嘛 可是你看为什么会故意知道这个 你看像这个 这个make加上受词之后 受词主动用动词原型 可是改成被动语态的时候 你就要不定是to 可是这个改成被动语态的时候 你该是形容词 该是现代分词 该是过去分词 还是维持原状 这就特别提醒你 这样懂吗 要会写 不是选 选大家都会选 要会写 OK 好了 这就是第二组 叫半识一动词 有没有跟上